随着时间的推移,AMD的多款锐龙5000系列CPU终于与玩家们见面了 而这可能将是AMD正式切换到Zen4处理器前Zen3架构最后的绝场 而AMD本世代的老大哥R7-5800X3D日前的测试结果已经公布 这一更加详细的情况,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早在今年的CES2022上,AMD除了放出Zen4处理器的部分消息外 还公布了Zen3架构最后的绝场 同时也是首款支持3DVCache技术的CPUR7-5800X3D 而近日国外用户就抢在官方发射之前拿到了5800X3D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性能测试 而测试的对手则是英特尔12代酷睿i9-12900KF 首先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两款CPU的规格信息 R7-5800X3D采用了Zen3架构打造 用8核心16显成设计 机种频率为3.4GHz,最大锐频为4.5GHz 同时搭载AMD最新的Zen3VCache技术 拥有96MB的超大L3G缓存 TDP功耗为105W 而12代酷睿i9-12900KF采用了英特尔7制程工艺 并由8个性能核和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R4线程 最大锐频为5.2GHz 但缓存容量仅有30MB TDP功耗则为125W 根据网友公布的数据来看 在测试过程中 使用的操作系统为Win10 配备32GB的DDR4-3200MHz内存 和RTX3080Ti显卡 其中搭载5800X3D的主板为X570 而搭载i9-12900KF的主板则为Z690 同时为了考虑显卡的音像 游戏的分辨率保持在了720P和1080P 从测试结果来看 在1080P分辨率下 主向《刺客心脑起源》《地铁离去》《无主之地3》等游戏中 5800X3D与i9-12900KF的性能表现几乎持平 仅有1-3帧的差距 领先幅度不超过5% 但在《无时三》《古墓丽暗影》等游戏的测试中 5800X3D的强悍性能则凸显了出来 二者之间有着10%-29%的显著差距 其中在最终幻想15中 5800X3D的表现更是完胜了i9-12900KF 性能领先高达29% 至于在720P的分辨率下 两者的表现也几乎一致 但5800X3D在最终幻想15 古墓丽暗影等游戏中 仍然是拉开率与i9-12900KF的差距 领先幅度来到了夸张的25%-46% 完全甩了i9-12900KF一条节 而从核心规格中也能看出 虽然5800X3D仅为8核心16线程 但重点在于 5800X3D支持了最新的3DVCache技术 拥有的96招L3G缓存 是30招i9-12900KF的3.2倍 所以凭借着巨大的缓存优势 5800X3D才得意在测试中 正面击败英特尔12代酷睿的旗舰级产品 除此之外 根据测试人员表示 由于并未使用Win11操作系统 以及DDR5内存 预计i9-12900KF的性能 还会有一丁点的上涨 但也不会超过5800X3D 而最为严重的 还是5800X3D 依旧遗传了AU的老问题 激热现象 所以想要购买的玩家 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同时此前MD所表示的 5800X3D并不支持超频的情况 似乎得到了解决 目前从WCCF Take的消息来看 其能以4.82GHz频率运行 确实是比较的意外 至于售价和发售日期 目前5800X3D的价格为449美元 约和人民币3177元 与5800X的售价相同 性能增强的同时售价不变 感觉Suma还是把价格这块拿捏住了 5800X3D将与其他Risen 5000和4000系新优 预计将在4月20日发售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等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李强 我们下期再见